上次咱们试试这个冰霜弓箭手把超大型巨人逼人冰块 但是冰霜弓箭太少了没成功 今天就再来好证问一下这个超大型巨人 这一期视频也可以叫做公开出行了 那挑出了演戏这些兵种 五十大将军 先说明一下 大将军斩杀确实百分之伤害 但是因为一圈超人的特殊性 所以没造成伤害 那还有哈佛林 哈佛林黑洞我觉得这次肯定能把超大型巨人吸走 地狱三头犬 代表还要跟一群三头犬作战 除此之外就是超级兵种了 其他的魔族兵种下级赖伤 冰霜弓箭手的屋链把巨人冰块根本问题 毕竟一圈超人都没顶住 还有超级神机剑 克制巨人一把好手 再超级一下 完美克制超大型巨人 甘道夫和风暴无妖之间靠伤害了 风暴无妖之间不能对巨人造成伤害 后来好像改了 场面应该也很不错 OK那咱们就废话少说 在战士开始前先来波闪电轰炸 把这个超大型巨人放到包围圈里面 然后加上一大堆的闪电地雷 这次闪电地雷上的是最多的一回啊 四周放电影又是人逛我机 接下来不要眨眼 开始战斗啊 哇这个闪电 咱们现在就在闪电内部 基本上已经覆盖整个地图了 但我感觉这个闪电山还不会叠加 巨人这都还活着 来控制一下 哇这个血量掉了一丝 不过也能看得出来不是所写 要是一拳超人在这肯定是一滴血都不会飞 所以今天的折磨应该会很顺利 那首先选大街王军 看大街王军的百米伤害效率高不高 多来点啊 万一巨人放弃技能就范围伤害了 大将军直接跳砍 但是巨人立马发到招 这个炙热空气会在四周一直存在 靠近的大将军身上直接找虎啊 大将军这么脆肯定撑不住 完了我估计要没了 全都找虎了 蓝宝火生挑战失败 还得多来点啊 这就咱们控制一下 巨人的大招应该不是被动 只要把他按住就没事 关注一下血雕即行 大将军开始普通攻击了 伤害能看出来还是可以的啊 血雕在掉 就等大招了 就会这样已经斩出来了 哇这个血雕的 瞬间下降了三分之二 刘皮刘皮 这巨人大招咋这么棒了 可以大将军刘皮 之前我也知道是百米伤害 只不过自己没有专门测试过 所以有点迷 接下来咱们上哈佛林 这巨人既然没有所有鞋 那肯定会被哈佛林黑洞西子 咱们还是啊 这边一圈的哈佛林 然后后面随便来几个工具人 OK开始啊 哈佛林瞬间消失 营游室也开始过急 哈佛林的黑洞已经不小了 再大点巨人就被吸过来 巨人也没办法攻击黑洞 只能站在这等会被吸 过来了 一头栽进来 我想了想啊 这掉进黑洞其实就跟掉进水里一样 在黑洞里也不会立马接近 会持续掉血掉得很快 你们看 这巨人现在已经被完全吸走了 但还没有阵亡 主要是因为血量非常的高 周围还能看到巨人身边的气流 不是还没事吗 该没了吧 OK红包裹上 哈佛林黑洞扬眉吐气啊 成功干掉超大型巨人 下面咱们让地狱三头显对着巨人 十个哈迪斯 现在还是人形态 大家不用担心啊 超大型巨人一个大招 就能把他们全部打回眼睛 还不放大招啊 真沉得住气啊 哈佛林的出手已经开始戳巨人了 这是等他们聚到一起吗 可以大招来了 地底下能看到你的着火 这是哈迪斯的黑手拍出来的火镇 OK能看出来所有哈迪斯都要变身了 瞬间 十只地狱三头显全部跳了出来 开始跟超大型巨人硬刚 咋都这么没有活力呢 哇这拳死了吗 好家伙 巨人一个技能 哈迪斯变身以后的三头犬都没有躲过去 持续时间这么长 就回家来了两个地狱三头犬 咱这一只土黑球 这黑球的伤害也不知道咋样 我记得是不高的 主要是突不准啊 就没几下能打中 看巨人血量 你们看 就掉了这么点血 并且一直被黑球吐中也不见掉血 这等巨人再来一波大招肯定就结束了 地狱三头犬不打墙 我还准备让他跟其他动物玩玩 当个动物走老大啥的 感觉真的有点悬 拉倒吧拉倒吧 这拨巨人获胜 来咱们上下个单位 该超级兵种了 超级兵刷弓箭手 这拨把超大型巨人变成冰雕 问题不大 第一波弓箭射出来了 没啥反应 可能是射偏了好多 巨人有点远 但是上次英雄超人一波就直接变色了对吧 还没变色 有点异常啊兄弟们 难道是巨人这个材质不会变色啊 血量倒正常 你们看着 这都顺着多少下了 还是这个颜色 多少得变点吧 一点反应都没有 就有点奇怪了 来咱们加拉地度 来上一圈的比双弓箭 看一下都 哇 这个弓箭数量太多 卡人PPT了 这家巨人这么变色就说不过去了啊 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现在可以发表结论了 超大型巨人免疫病毒 这大家没有意义吧 这都顺着多少下了 身上全是弓箭 但你们看人家这样 一点影响都没有 换一圈超人上 这一波下来就已经站这儿不动它了 基本已经成冰块了 第二波出来绝对变成冰雕 来了 真是卡的离弗 战斗结束 来再试无乐尔 无乐尔要再不行就真是免疫病毒了 冰斧的效率可比弓箭高得多啊 来控制一下 只能看得到一些在掉血 但不会受到冰毒效果 我觉得可能是人家这个周围的制造空间 把冰给融化 想把蓝斗下下一个高速的单位 神技剑 玩了这么多局 这个绝对能挑战成功 神技剑就会巨人来生的 OK开始风光射箭 这超级兵种射箭就不会停了 不用半弹 没有后摇 朝着巨人的腿就一顿输出 巨人血量是真高啊 还没死啊 刚控制上就没了 行吧 神技剑挑战成功 甘道夫的话 跟我想象中有点差别 伤害啊威力啊 挺有了百倍 但是攻击速度还是原来那样 还是会有停顿 不需要冷却时间 不过还是挑战成功的 这只要不是索写 对方把他搞定 最后风暴无妖 这场三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乌鱼和闪电已经出来了 超大权巨人刚好就被架到中间 应该是会受到伤害的 之前是机会调整的 第一波结束了 来看血量 掉了大板管 跟想象中差不多 等到第二波 第二波刚出来直接结束 效率还可以 那行吧 今天这个超大权巨人就折磨到这里 大家什么好玩的想法呢 欢迎评论 最后求点赞求关注 下期再见 拜拜